上面有新東西 那就走上去 那留在香港有什麼玩 留在香港有新東西玩 這個真是有噱頭 這個中環夏至 有個中環海賓活動空間 我看到今天很多人鋪了一張照片 香港真是現在很認真地看待為止 因為現在大陸人 國際金融中心為止 現在真的給個圍子 木末島 金字塔 後面對 這些圍子全部一堆 有新圍子有舊圍子 有真圍子有假圍子 又有墓地 又有墓地 假裝波斯玻璃絲 即是很不老禮 大吉利是 你看看這些 這是什麼 剛才看到 你是否有無間道 是否有鬼 政府究竟什麼人 出這些主意 本身就是 在中環那裏搞個充氣展 看海報就很正老 好像很可愛 很可愛 但是那個 實行 最後 你又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一堆這樣 就很噁心 大哥 真的 原本你看那些照片 就玩得很開心 這個就是 不知道球場 關什麼事 其實是 是 他預算是搞這個充氣展 這個充氣展 旁邊就有各種不同的活動 給大家玩 給小孩放電 像同樂日 就是這樣 就是搞個充氣展 給小孩一家大小 其實就是這樣玩 又是城市 又是籃球體驗 充氣奇蹟 然後最後的結果 又變成新的笑話 李少龍都說 香港版世界之槍 抄得到要抄深圳 世界之槍很精美的 就不是像你 你充氣還充氣 你就是充氣 你什麼來的 你遠看就是 一枝枝雪條 一條條雪條 你搞墓地 又不是泡 都不是的 為止 你說那個復活島的巨像 都更容易理解 真的很好笑 真的大吉利是 這件事 我就不明白 這些網友怎麼說呢 政府又無間道 搞什麼 搞什麼 做什麼都死 不是啊 我們的網友都在說 七一日維園要安檢 你進去這些地方 要不要安檢 最怕的 被人刺爆 刺爆又不老禮 又叫做詆毀 一國兩制 就說一國兩制 就像氣球一樣 一吉就爆 變了這些 就是迂迴的方法 唱衰香港故事 他們很喜歡這樣 這個就是得淡笑 你不怪智得 你就是搞這些 旅客 你昨天才說 以結果為目標 又引古語 又這又老 自己又不可以這麼驕傲 假裝管仲 假裝管仲 然後你就看到 結果就是七一 搞這搞老 又找到那幫官 又出來表演吃東西 那些官員很喜歡表演吃東西 我不明白 但你又看到 李家超 鄧炳強 那些食相 又真是 他很喜歡入鏡 覺得這個樣子很帥 總之很喜歡吃東西 總之 我們很少說 上次文匯大公做了一個訪問 李家超 說什麼 聖士好像追女仔 後面 都有跟文匯大公那邊 文匯報強調一件事 他覺得香港最珍惜的是什麼 是美食 等一下 好像又有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 這個麥克風有沒有事 就是 結果就是 有一百萬人出去了 香港是沒有吸客的能力 你現在要搞到香港好像大陸 昨天 我聽過又沒有事 你聽過又沒有事 我聽過又沒有事 我這個麥克風的問題 你現在就看到 沒有了一百萬人 甚至是昨天 是每逢一放長假 你現在的食肆叫苦連天 昨天七一 那班阿公阿婆 流港喝茶的那班 都在強調一件事 我四個子女都去旅行 那我就留在那裏 和朋友在那裏喝茶 沒有 其實你唯一 連那些老人都走了 就是因為心中通道 救愛國 這些通道 本身就是想 浪起香港人 翹起香港人 其實是對香港 一個最大的嘲弄 你打算起廣珠澳大橋 想窮都這麼難 你一直做個心中大橋 就是想翹起你香港 然後那班藍絲 又真的跌倒上去 我們都說過 你決定了 單歪 你決定了 翹起深圳 那一刻 深圳就陪你玩 那現在香港 還有什麼可以玩呢 李家超今天就說 很感謝中央 接納了三項建議 我真不知道哪三項建議 因為數來數去 只有兩樣 第一 又送了一雙大熊貓 給香港 為什麼這麼快 又送大熊貓 因為上一雙大熊貓 因為十年前 一直以來都不育 是吧 形形落落 給他們的熊貓 他們看 他們都沒有勝趣 又吃偉哥 都生不了 然後又說 政府已經和內地 迎接大熊貓來香港 又要怎樣安排 要叫楊潤雄 準備迎接大熊貓 非常之興奮 大熊貓 其實說真的 可以怎樣做強心針 大佬 我們又不是第一次見過 他又說 大家都非常關注大熊貓的事 我也很興奮 好像跟你一起睡覺 他們很期待 確保大熊貓來到香港之後 狀態良好 然後 又有維港政策 就說 那些訪港旅客 免稅額 就提升到 一萬五千元人民幣 本身 這個免稅額 就是 你香港買多少 然後 回到過關的時候 申報 是免稅 例如 以前 之前是多少錢 五千元 五千元 是買一部手機 都不夠的 你買一部手機 你買一部iPhone 你一定要扔一個盒去 扔了那些 因為 如果被人抓到的話 就說 你是走水貨 或者要補回稅金 你買一部iPhone 隨便 你買一部最標準的款 就是iPhone15 你只要補回稅金 現在 就說加到一萬五千元 可以讓你買一部iPhone15 Pro Max 是嗎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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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款 其實 一萬五千元 如果真的要來香港購物的話 其實 對於旅客來說 都是不夠的 但問題就是 怎麼說呢 現在水客都不追香港 水客少了很多 因為你大陸講 鋼級消費的時候 是大陸的東西 自己本身都很便宜 我又不知道為什麼 Youtube 經常給我看大陸的美食 裡面是不是地溝油 我不知道 但是問題就是 我就是見到 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 就是 一碗車仔麵八元 已經是可以加底 然後四個送 大陸現在都會流行車仔麵 大陸有啊 他不知道其中一段片講 港式車仔麵 分量是這樣的 然後也有些朋友跟我說 大陸現在超市 市場賣的那些東西 說一元兩元而已 本身自己的成本都 還有免稅額這件事過時 香港都不再是 大陸人的什麼購物天堂 還是說購物天堂的時候 大陸人不斷勇良香港 就是因為貪它免稅 即是關稅 起碼就是便宜 相對大陸物價 但問題是物價在那裡 香港買東西都是買淘寶貨 有什麼吸引 真正吸引到大陸人 去瘋狂購物的地方 就是日本 反過來 是日本 那你香港有什麼 盛產什麼 什麼在香港 就是買利品記嗎 來喝新力啤 還是買豉油 買醬油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通通都不吸引 你說買料片 食物安全保證 那些不是 聽回來現在大陸的安全品質 就做得算是不錯的 只要你不要買太便宜的東西 如果還需要 你要大陸人來購物 就是早前不知道哪個官員說的 不要再當旅遊業 是做購物生意 是不是 田北辰說的 還是哪個說的 很倒米的說這些說話 是 就是你不要想著 做旅客 他一定是來購物 那就是 對 我們現在那些 做舖的那些 做金行的那些 做明鏢的那些 正正知道 不用你說我都知道 先收拾一下 是不是 還要直租 是不是 如果是的話 現在的官員 議員 總是萬個市幾拍 完全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樣子 不是田兆說 我忘記了 誰是離地的說 但是 I'm silent 就說 香港買Dyson風筒 便宜英國一千 這件事是 這件事是 如果我們在英國 我們有人需要回香港 阿嬤要見孫的 那你就趁機去買 是便宜了VAT 但是那個問題 是不是吸引力 就剩下這麼多 是啊 跟著之後 又有一個衛港 不知道是不是這件事 就是 中央又接納了 是吧 被這些叫做 永久居民 非中國籍的永久居民 申辦 這個內地 即是這個回鄉證 這個就不是說 那些鬼佬 香港主要有很多 那些南亞幫 是有香港身份證的 是有永久居民 調補補 那些 或者是被水炮車射過 那個叫什麼 阿武漢 今天我只是看到 去Now那邊訪問 他就說 有用啊 我們經常走訪兩地 做生意 這些 如果只有中國籍的香港人 可以回大陸便利的話 那對他這些 長期在香港居留的人來說 是很不公平的 也是做生意 現在你在香港做生意 全部都要被控制 那個環境一定要跟大陸 有些困難才能做到 做廠 這樣也沒辦法 我不知道 這個就是說 你那些非中國籍的香港人 以前他們可能就是保留 你說當是印度 印度 沒有護照 這樣上去 非中國籍 是的 你原居地 那個國籍 給你的護照 才可以上去 但同時間 有辣有不辣 你申請簽證 很煩 當然是 你回大陸簽證 但有辣有不辣 如果你用回鄉證 你用回鄉證 那些外國人用回鄉證 回大陸的話 你會不會失去外國領事的保護權 很大機會是 你入境你用回鄉證 我不是當你普通香港人 但是如果你出了事的話 你再交換護照 例如說我是英國人 人家就很難幫到你 因為你入境你不是用護照 這個就是所謂的 李家超說 就是很感謝中央衛港三措施 答應了他 又成功爭取 主要是這個